竹子 竹子大家都覺得邊框框朗朗的 真正修這種橋,人都在上面走 我們竹橋我坐著了四座 還有三座同時在修 RICS 英國皇家建造師學會這樣一個講 我是少長磚,來自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 主要是做竹建築方面的研究工作 以前在大學的時候做志願者 因為學土木的,我們就修那種小邊框 雲南的紅河州,埃德爾棟,有個施工橋塌了 我沒給他修的橋,修之前他自己搞了一個竹子的橋 用的不到幾根竹子,修得特別好 這種就是老百姓的智慧 那個時候我對初次開始產生興趣 第一個橋在重慶這邊的興隆鎮,玉北區 有一個大巴司機在跟我聊那個地方 衝動了一個人 我們就選了那個地方 真正修可能也是兩三個月 前面研究大概花了七八個月的時間 結構方面就希望能夠它安全一點 那我們就做一些實驗 比如說壓一下短柱,高度大概十公分 它基本上可以承受15吋左右的這麼一個強度 如果是工程車,它55吋 基本上就四個小短柱自己來 耐久性方面 除此它如果是秋天和冬天開 它那個糖分少一點 糖分多 所以希望能夠把這些東西處理掉 比如說蟲卵、煤、開裂 我們都想了一些方式 第一座橋就變成了一個橋廟 社區凝聚的一個空間 陰力的初一、初五都會有一些活動在上面 起碼有人過來上下 然後第二座橋變成一個竹子學堂 大家都可以在上面上看 大大小小也搞了好多起 也引起了越來越多的人關注這個村子 中國竹子佔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左右了 但是竹子反而都浪費了 在這所有的建築材料當中 是唯一一種自帶文化符號的一種材料 大型的公共建築 人形天橋、公交車站 那些頂都是可以用桌子來做的 組成這種感覺可更換 去滿足一些城市裡的 50年或100年的這種設計收入 我理解的那種文化的根基 應該是在農村的 就希望能夠不只是做了一個扶貧 把我們的技術告訴別人 讓別人也掌握這些東西 將來也可以做 我因為修了這些之後 包括一些工匠 他以前在我們這個團隊待了一段時間 有時候他一天只能掙150 他現在出去一天沒300他不幹 因為這個技術的研發 他們有了一個收入 也能夠推廣這種竹文化的豆子 對我個人來講 成就感是更大的